我是知道有一個合約是9年 我有見過那個合約 然後你是買不出來的 好聲音太多人了 每個人都簽9年 就五六百個人 要怎樣給他工作 可是通常像我這種狀況 可能三十幾強就被刷電 可是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為什麼 應該是因為齊齊老師 我覺得可能有很多時候 他都沒有在跟導演 溝通的情況下 他就做了很多決定 獨家影片爆9年賣生氣沒工作 好聲音店均說靠齊齊照的 當時剛好他們的團隊 有一個人經過就說 你要不要試試看小甜甜的聲音 你就隨便發一個聲音 然後我就 然後他就說 哦可以耶 蛤這樣就可以 小朋友病啦 是小時候幫Brinny Spears 唱過demo 現在台灣音樂主理人 發光發熱的歌手 UZ晴雨子 9年前中國好聲音總決賽 身為導師齊齊的愛徒 他走出該選秀很多黑幕 我是知道有一個合約是9年合約 我有見過那個合約 我身邊很多比賽的 包括我的室友 他也是有前9年的合約 也就是可能前兩個月才剛幾天 然後你是買不出來的 很慘 而且發的歌也是他們的 版權 就是他們在拿 所以以你不能工作以外 你不能發歌 你不能跟別人合作 簽了合約的人 都沒有工作機會 很常看到 他60強就要簽 你60強一年 你這麼多年 就六 七萬五百吧 五百個人 你要怎麼給他們工作 簽了那個合約上面 還要簽一個五百場合出 一場就給你五千塊的銘幣 你一定要旅行完 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旅行完這樣 UZ主動報名參加好聲音 沒錢沒卻被動的不斷晉級 竟是導師暗中護航擋煞 通常像我這種狀況 可能 三十幾強就被刷裂過 可是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為什麼 應該是因為琪琴老師 其實我跟琪琴老師說話的機會都不多 能看到老師的時候 也就是大家看到我們在錄音的時候 因為琪琴老師他是 替補 黃大佑老師 所以以導師來講 老師也跟我一樣是很趕的時間進去 我覺得可能有很多時候 他都沒有在跟你 就是導演有溝通的情況下 他就做了很多決定 幹得好啊 琪琴 到總決賽的時候 製作單位發現我沒有簽合約的這件事情 然後就私下就跟我約時間說 你是不是要簽一下合約 然後想比較方便比賽繼續 為了比這個賽 沒辦法要簽 不然不能夠轉身 不能夠上台 那我都已經到這裡了 他就非常感謝 我就沒有簽 結果我總決賽就是第一個被刷掉 第一個被刷掉 當年我去的飛機票 包括吃住 全部都是他們付錢 我沒有花過一年錢 我覺得好像是有這個實力啦 不會說真的是需要 全部付錢 有可能真的是後面這幾年 發展成可能有中間第三個 之後出現 然後就是有這樣的操作 任何是要不是花蓮 日前UZ在音樂主理人 以創作曲 《我是花蓮》 讓觀眾瞠目結舌 陳山寧老師卻有一點意見 歌名叫做《我是花蓮》 可是其實在座所有的評審 或者是所有人都知道 你不是花蓮 我會覺得稍微有一點做作 來自中國廣西壯族的他想說 我覺得台灣人也許太壓抑 他們聽的音樂可能太咬人鞠子了 哇有點嗆呢 三立娛樂新聞 報導